疫情之下还是要刺激消费 台中女力购活动进入倒数三周 23号台中市政府经发局在雾峰区 数人商圈举办了活动 找来了歌手申请开唱 而现场也举办了超空派的抽奖活动 除了最大奖10万块钱的礼金 还有按摩椅 电视跟吸尘器等丰富的奖品 希望借由活动鼓励民众多多消费 带动后疫情时代的民生经济